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述了周玉吉和李鸿基屡次在战场交手的故事 举中两位主角从马上到部下 此番不同的对战方式可谓刺激精彩 此次在剧中扮演周玉吉的是梅兰芳金奖 中国京剧艺术节五系擂台赛金奖获得者西中路 他伸手矫健 即勇猛 冲稳于一体 再加上刚毅英俊的扮相 国剧大将风范 更被誉为当今菊坛地狱大舞声 更多内容敬请关注7月11日 中国京剧《向音像极脆栏目》播出的京剧《对刀不战》 6月30日 7月1日 由重庆市川剧院院长沈桀梅领先主演的红色大戏川剧江姐 在国家大剧院连续演出两场 这也是即2011年川剧李亚先后 时隔8年重庆市川剧院再次走进国家大剧院 也是川剧江姐自2018年1月开启首演以来首次赴京演出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到北京 首先是把说重庆话的讲解 带到北京献给首都的观众 然后正值我们新中国成为70周年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用艺术的形式来纪念我们新中国成为70周年 此次重庆市川剧院再度携川剧大幕戏江姐来到国家大剧院 川剧江姐作为重庆本土优秀传统戏曲文化 和爱国主义革命精神有机结合的文艺精品 在七一这个重要节日的演出 向中国共产党建党98周年献礼 让首都观众再次领略神铁梅和川剧艺术的魅力 我看完了呢我也很高兴 也很高兴 高兴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它算作遗职吧 这个也算是遗职 它本来是一个歌剧对吧 遗职呢它成功在哪里呢 我觉得它还是看起来还是川剧 它还是个戏剧 红颜上红梅开 千里冰霜脚下踩 当熟悉的旋律唱起 唤醒了无数人心中的回忆 重庆市川剧院的川剧江姐 在歌剧江姐的基础上 融入了诸多川剧元素 看点十足 一是江姐本身是发生在重庆的故事 用重庆话表达 是江姐的一次本味回归 二是在语言台词方面 充分利用了重庆话 诙谐幽默的特点 正常演出 悲中游喜 川味十足 非常具有看点 三世艺术表现上 充分融入了川剧特色 在故事上 充分注重重庆的地域特色 一定要是戏曲的 一定要是川剧的 一定要是为现代观众所接受的 在人物设计上 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 优秀女共产党员形象 在川剧江姐的唱腔方面 她努力回归川剧本色 突出和强化了川剧的声腔艺术 使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特别是高腔 轻力悠扬 优美动听 思思入寇 那一嗓唱醉了无数细谜 也与紧凑的剧情 人物的表现 完美融合 这次川剧江姐进行巡演 是七十年前的女英雄 回归川剧舞台 让首都的观众观看本味的川剧 让红颜精神发扬光大 6月27日 由北京京剧院举办的 百名新秀下基层 普及京剧看我行活动 来到翠薇大厦 为翠薇的工作人员和消费者 带来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京剧盛宴 来自北京京剧院的青年演员们 分成元老队和新京队 除了通过说戏 唱戏 讲戏等方式 让现场观众听得过瘾 还进行现场教学 以互动的方式 让道场观众 零距离感受国粹艺术的魅力 京剧群英会借东风 作为一出经典的三国剧目 可谓是正宗的男儿戏 但挡不住现场女性观众们的热情高涨 现场的观众挑战反串 现场办戏学动作 结结实实地过了一把戏引 活动中 无论是博大精深的京剧知识 优美的唱腔 细致入微的表演 精致的扮相 还是考究的服装 经过现场讲解和体验 都将京剧知识和艺术 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了观众的欢声笑语中 既普及和弘扬了国粹艺术 也让现场观众近距离感受到了传统戏剧艺术的韵味 从而更加了解京剧 进而爱上京剧 进一步发挥北京京剧院在京剧艺术传承创新 推广和普及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江西雾园素有中国最美乡村之称 又是礼学大家朱熹的故乡 风光秀丽 人节地灵 文化底蕴深厚 是一块文学艺术创作的宝藏之地 近日 一场戏曲名家陈进市游园联谊活动 在美丽的雾园西园举行 此次陈进市游园联欢活动 以曲韵歌阳西园会为题 在以朱熹的著名诗句 伴母方唐一见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曲哪得清如许 未有源头活水来的 园林意境中徐徐展开 众多戏剧名家现场演唱了 各自的拿手选段 现场气氛热烈 园林的美景 加上名家们的精彩演绎 二者相互呼应 相得益彰 这个活动邀请了全国的各地的一些 这个戏剧名家 曲艺大名家 那么来一起搞这个联欢活动 这样把西元会和这个现场的这种演唱 结合起来 展现这样的一个主题 就是曲韵歌阳西元会 我们想应该是 又是在实景里面演出 它会是一个非常有特色 非常有意境 也可能做得非常有味道的 这样的一个节目 活动在西元的开笔礼表演中 拉开序幕 随后 平剧名家戴岳琴 灰剧名家张奇祥 以及 刘丹丹丽 胡红琴 李军等戏曲名家 纷纷登台表演 不论是京剧 琴枪 昆曲还是灰剧 艺术家们一板一眼 自证腔缘 锦拉慢唱 韵味十足 我是一名琴枪演员 人们对琴枪的就是比较粗犷豪放 但是来到这个西元呢 我觉得是跟我们平时演出和我们平时待在西元的感觉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昨天演唱的刚好是我们琴枪的一个传统剧目 但是它的刚好是发生在江南的一些事情 走近昨天晚上那种感觉有山有水 还有那个美丽的那个花园 我就马上就能投入一种角色 很容易进入剧情 我觉得非常美 到这来以后吧 看这儿山美 水美 人更美 这儿的姑娘们 小伙子们 特别的真诚 让人感觉非常的舒服 一段段名家选段 不仅让现场的观众大饱眼福 也让游客过足了一把戏饮 掌声不断 谢谢 我是李婷 上海音乐学院的研究生 我喜欢喝茶 插花 喜欢跟朋友们聊聊音乐 唱唱歌 我爱生活 也爱生活 带给我的所有惊喜 最近开了一场我自己的个人专场 也是作为我研究生毕业的一个小的一个小小的总结 这场音乐会对于我来说 不仅仅是一个学习的一个汇报 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借助它 能够给社会传播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出生于戏曲社家 从小在戏台边长大 深受传统文化和民族音乐的熏陶 她比一般同学都要用功 要懂事 因为她说她是从这个戏曲之家出来的 她自己也特别特别喜欢 因为我自己没有从事演员这个行业 所以我希望能够用我的古针 去为戏曲音乐 戏曲文化 做一些小小的贡献 七首乐曲中有四首关于戏曲 一首是由金剧曲牌改编的叶生辰 着力表现霸王别姬中的场景 感伤而不失犀利 她在实践当中 她很有想法 很努力 你看她在台上的表现 完全是刚柔结合 非常看好她们 一首是何战豪老师写的路由与唐婉 何老师将古针与乐队 合唱 女生独唱 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完美地演绎了路由与唐婉 七美的爱情故事 这样的一次合作 让我觉得我们乐歌的一个形式 这样的一种进入也是非常的棒的 对我们李婷来说呢 独奏演员和一个乐队的合作性 是一个很大的对一个演奏要求 更大的一个空间的提升 今天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但我觉得可能以后会越来越好 还有两首关于昆曲 一首是上半场最后一首《游园》 曲字母丹亭中《藏罗袍》这个曲牌 古针传统的武声调势定弦 加上昆曲演员的演唱 细腻婉转 让观众感受到传统戏曲音乐的魅力 另一首是下半场的第一首《芬桥叶博》 这首乐曲加入了昆曲的音乐元素 作曲家王建民老师将现代的作曲技法 与我国传统武声调式相结合 运用了人工定弦 这样的定弦既有古典的韵味 又有现代音乐典雅的气质 他今天用他的古针的演奏 是中国的民族元素 具有民族元素的曲目 像《游园金梦》像后面的陆友一堂碗 把中国民族音乐的元素 和中国戏曲的元素 做了有机的结合 呈现了一台非常浓郁的 具有民族特点的一堂音乐会 我非常感谢我的单位 浙江歌舞剧院 给我一个很好的平台 往后我会更加投入于传播 中国传统音乐 也会做更多的尝试 加入不同的民族器语 以及不同的传统音乐元素 为我国民族音乐的传播和发展 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